大家好 这个亚洲周刊之前啊 曾经出过一个封面啊 蔡英文批成了这个慈禧啊 把这个蔡英文穿着龙袍啊 这个独裁 叫民选的独裁 是亚洲周刊的啊 那么台湾呢 现在也出来洗地了啊 台湾的这个自由时报 有个社论出来洗地 我给大家读一下 读完了以后呢 我再给大家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 这篇文章呢 题目叫做揭穿民选独裁的话术 说当代啊 民主的主流是精英啊 精英民主民主论 其观点来自于约瑟夫雄彼得 对于民主的界定呢 即民主是一种达成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安排下呢 某些人相互竞争 人民的选票以获得决策的权利 依循这样的观点呢 民主理论大师叫罗伯特·道尔 进一步列出现代民主国家的六种重要特征 包括一 就近选举产生的代表 二 自由公平且经常举办的选举 三 言论自由 四 多元的信息来源管道 五 公民能自主的集会 以及六 尽可能 寒阔所有的社会成员 在这种界定下呢 执政党通过人民不喜欢的政策 执政党以国会多数强行通过法案 或依法审核电视台换照 都不是构成独裁的必要条件 因为民主国家里人民有机会透过舆论游行抗议 甚至在下一次选举中赋予其他政党执政权以修改讨厌的法律 此即和独裁国家最大的不同 国家的走向是由人民决定而非少数无法淘汰的政客独揽 事实上当代测量自由民主程度的威权机构 自由自家 以及依据道尔对界定民主的竞争 参与自由等三个面向进行评估 将台湾自96年民选总统以来持续列为自由民主国家 而16年连国会都是政党轮替以后 甚至将台湾评为最高等级的自由国家 2020年分数高达93分 现在政府对于新冠肺炎的防疫表现 充分符合民主治理的四个核心要素 可克责 透明 回应 参与 更加凸显台湾自由民主体制的珍贵 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民选独裁的情形呢 从前面的说明可以看出 选举只是构成民主国家的条件之一 即 却不是唯一条件 如果缺乏了自由的竞争 即选举也只是一种形式 例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柬埔寨总理洪森 俄罗斯总统普丁 都是透过选举取得执政权 但在他们统治下 人民的言论自由被打压 消息来源被封锁 异议人士被滥捕 反对党要么是花瓶 要么被解散 纵然有选举制度 那这些统治者实际上 仍然掌握大部分的权力 且难以淘汰 以上这些例子 接近民选的独裁定义 相较之下 台湾的政治制度 距独裁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事实上 当台湾的媒体政客与学者 很轻易的就使用民选独裁 来批判执政党 而不会受到任何迫害时 反而凸显了台湾身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台湾的舆论 开始出现绿色恐怖 绿共 绿色法西斯等 绿色阵营 政权与独裁连接的用语 不仅在台湾内部可见 甚至也频频陷于中国宣传品内 应使国人提高警觉 逼者虽然强烈反对 把所对执政党的批评 统统打成中共同路人 毕竟对意义的审查 既是孕育独裁的温床 但是当中共刚修订 对台独统战的工作条例 特别强调要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 旨在加强对台湾内部的挑拨 分化与统战时 有心人苦用 若用民选独裁概念诋毁 甚至否定台湾的民主价值 反而给了中共趁虚而入 动摇民主信念的机会 因此我们应该要避免 被花言巧语的资讯战混淆 错把民主当独裁 并对自身拥有的自由民主制度 保持信心以防 一时不查误入独裁政权的陷阱 作者是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教授政治学系研究所的硕士生 名字叫 我看一下 李久坛 徐宇宅 这是两个人 所以我读完民选独裁的话术 台湾人说的 我有很多感想 把民选独裁这个话术解释的很清楚 台湾现在还没到我们独裁 世界上是有民选独裁的 那就很有意思了 我呢 接下来给大家简单的分析 咱们也看一下台湾的政治大学 这些学生 这个作者 他的话术也很有趣 他说什么呢 现代民主国家的六个重要特征 一 具有经选举产生的代表 二 自由公平 且经常举办的选举 三 言论自由 四 多元的消息来源管道 五 公民能自主的集会 以及六 尽可能 含阔所有的社会成员 这种界定下呢 执政党 就是说台湾 通过人民不喜欢的政策 比如说莱猪 执政党以国会多数 强行通过法案 对不对 或依法审核电视台换照 就是这个中天台 他说了 都不构成独裁的必要条件 因为在民主国家里吧 人民有机会 透过舆论 游行 抗议 甚至下一次去选举中赋予其他政党 执政权以修改讨厌的法律 那意思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民进党做了很多啊 违反民主的事 大家讨厌的事 但是啊 他离这个独裁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啊 他并不是要独裁 这么这么个解释 但是我想问问台湾这些人啊 那如果完全达到了独裁 那大家还有讨论的余地了吗 是不是这句话 就是你啊 现在走了第一步 我们呢 提醒一下你 你奔向独裁了 你一定要走到独裁那一步 把所有都做了一遍以后 才让我们提醒你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 另外你后面也讲了 你可以通过什么啊 更改政权 修改讨厌的法律 能更改政权吗 能更改吗 啊 现在民进党执政 上来就要把国民党弄死 那国民党死了 谁更改政权 再有你说这个话里边 逻辑有问题啊 民进党是要一直执政的 是要永久执政的 他难道想放弃政权吗 他如果想放弃政权 那下一届 四年以后他别选了 民进党还选什么呀 换国民党就完了吗 那为什么还要选呢 选就想永久执政 想自己执政 既然想自己执政 怎么可能修改 自己讨厌的法律呢 你得给人家机会啊 让你下一届 是不是 八年一届 八年以后就不选了 民进党说我们不选了 八年以后我们再选 你可能吗 所以你说这些玩政治的 拿这个话术来骗老百姓吗 你可能下一届 四年以后民进党不参选吗 民进党获胜的可能希望还大呀 还是有的 那如果他获胜了呢 那你怎么修改自己讨厌的法律啊 把国民党往死了打 把台湾的那所有的异己 往死了压制 那怎么选啊 四年以后他们没法选啊 没人能选他们 所以你这里边是矛盾的 说两句话 是不是 我们还没有到达独裁 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独裁的必要条件 你只要有一种奔向独裁方向 我们就可以批评你了 听懂没有台湾人 另外他后面也讲了啊 哎呀 自由民主啊 自由的竞争 然后选举也可以选 民选出一个独裁 那你自己都承认 民选其实是可以选出独裁的 民选是有这个选出独裁的 他的这个可能性的 那我们正是要预防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才要指证你台湾当局 不要再走到最后一步了 你一定要等到你走到完全独裁的时候 我们才发出来发声吗 你现在已经毁了民主制度了 你看看言论自由 打压异己 都做到什么程度了 你是想把所有的独裁独裁者想做的都做完了 才让我们批评你吗 你做的第一步我们就可以批评你了 你已经奔向独裁方向了 我们可以指证你了 民选的独裁 民主制度也可以选出独裁 你自己前后这是矛盾的 你自己讲了民主制度那么好 民主制度怎么能选出独裁呢 结果你后面也承认了 像什么 俄罗斯 新加坡 柬埔寨都是例子 选出这些人都是 打压弹能自由 虽然是民选的 你这不就打了自己的脸吗 民主是可以选出独裁的 那我们当然有理由防止这种情况在台湾发生 出来批评你蔡英文 所以我说这些是学政治的吧 他想给这个谁洗脑啊 想给这个台湾人洗脑 但没有逻辑 前后矛盾 你要么就说什么 哎呀 民主是选不出来独裁的 有了民主制度 我们就万无一失 结果你后面来 民主是可以选出独裁的 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证啊 没法洗地啊 你给蔡英文没法洗地啊 你反而证明了我们说这是对的 正因为民主是可以选出独裁的 我们才要盯紧了蔡英文 他走出第一步 我们就要什么大声疾呼 你奔向独裁了 不要再这么做下去了 再这么做下去 你就完全独裁了 那何错之有呢 所以我说啊 这个文章看完以后 我这个一头雾水啊 我真的一头雾水 我说这个台湾人 学政治的没有逻辑吗 这不啪啪打自己脸吗 然后最后拐到 拐到哪 拐到共产党 统战着了 你说统战统战 如果你这个民主制度这么好 别人怎么统战你啊 民主制度一点问题没有 别人怎么统战你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统战 大家都向往自由民主啊 怎么统战你啊 那么还是嘛 你这个自由民主里边有问题 有些人呢 心不向往之啊 所以你并不是万能的 你跟共产党不一样吗 像你这样讲的 共产党也防着什么 防着别人渗透 你也防着别人渗透 你看你们俩 谁比谁高级 不多说了啊 反正我觉得我今天说的很透了啊 你也不比他高级 他也不比你高级 你不要老站在那个高处 好像高高在上的样子 弄一个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啊 是可以选出独裁者的 但是很好 我们请给大家看 很丰富